不過市委是有一些新的制度 要來實施 包括到一些 這個國度客運的票據 會減少油費的企業 市委中這個國民路由補助 有何會實施 有負荷住這個疫苗 的相關條件 等於這部分 一個疫苗相關 可以搭穿三戶 飲料跟咖啡 說市委如果有自己帶這種 沒辦法 也可以靠五戶 去吃熱 只要飲料店的生意多好 為了要鼓勵 個人自己帶負荷 自七月開始 無論是去便利商店 在這裡是飲料店 沒飲料 只要自己傳負荷 這就能收五戶 另外 國族的補助自七月中 要開始時 如果在這裡 禮拜到拜託 住在合法的路館 比照住的三家有風車 本來的大數可以受清洗 主要的問題在普通時 也可以打三截 也不只說 七百多分的自由營業 定大有免許增加 的訂房量已經比五月份 疫情剛爆發比較嚴峻的時期 大概有成長一倍以上 相信在旅遊補助的一個加持上 也會帶動相關的一個旅遊的業績的成長 不過在這裡 國族氣氛部份 因為預計機器跟疫情料各項成本增加 自七月開始有些路線 郵費減酒 票價相較有期 像土風到上山基地的票價 自七十五戶 起到八十戶 雖然一國 也不夠 決定票價上的八十七戶 不過 每天坐這輛車上下班的人 這次議員變罪 因為在國台山的基票 是從六月三十回四月去 嚴格已經通知超過七萬位 已經領票的路線 民航教說 為了要照顧 離島的國民 政府會繼續 不聽國民的票價差價 提前路線在作法進行 一定要確定 各個所報的差價是不是正確 記者綜合佈渡 都不虛